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Brent 大盘今天的CPI公布完了 公布完了之后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在3月份加息的概率 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是74.5% 那么我们要相信数据 虽然市场从原本我们认定的25个基点加息 变成了鲍威尔上个周三讲完话 变成了50个基点的加息 又到了这一次硅谷银行出现爆雷 然后倒了三家银行 硅谷银行 还有Signature Bank 还有Silver Gate 这三家银行的倒闭 让市场让美联储的加息步伐 不得不放缓 居然变成了25个基点的加息 所以截止到今天的CPI 我相信明天的PPI也改变不了大的格局了 我们将会在3月22号迎来25个基点的加息 我觉得这个加息是加的很尴尬的 你说很明显 这一短时间之内的这三家银行的破产 对美联储造成了影响 影响它加息了25个基点 你说它影响大 美联储还在加息 你说它没影响 但是人也从50个基点放到了25个基点 我觉得变数太多了 市场还是有很多我们不确定性的因素的 好 先把CPI之后 CPI怎么样 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 25个基点的加息 这个大家要重视一下 好 那么大盘今天盘前是涨得非常厉害的 涨得非常非常的凶猛 但是开盘之后略微冲高 整体就出现了整体的这种下滑的格局 那么下滑的回调的空间也算是比较大的 像道琼斯干脆就没动这么一个造型 我今天的交易其实还是挺好的 我们今天早上在整个去向上走高的过程当中 我没有做任何的交易 那么我一直是在等待逢高放空的机会 逢高放空 我们是早上给到了12340的位置 所以在它达到了12340左右的位置上之后 我们就开始了做空的状态 现在是12点18分 还有40分钟收盘 那么12340的位置就是123压力点给出来的 12340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位置上面 我这回空的是标普 为什么呢 因为还是来自于银行股的压力 所以我就从标普下手了 这个空的还是不错的 我们抓住了一轮的下跌 然后二次的时候 我在这块我又做空了一下 这个行情 然后我也给止盈了 止盈之后再度的向上去走高的时候 我反手还做多了 所以多头也是有过盈利的 所以都很好 我在最后几块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做空了一下标普 因为我觉得标普今天就上不去了 而且不仅上不去 尾盘会再创新低 结果我设了个止损 就正正好打掉我的止损 就打掉了两三个点 然后啪就开始掉下去 很可惜 这个是最后一张单 是比较可惜的 我看现在掉下来了 有一个反弹 我觉得就可能会有个反弹 可能会往上弹一弹 但基本上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整体我从30分钟 首先大家看到了 这个压力点是非常有效的 整体我对这个市场的观点 如果往上继续涨高 继续往上涨 我会继续等待逢高放空的机会 4015是一个逢高放空的新的位置 如果明天进一步的下沙 我会毫不犹豫的进一步的做空 我对这个市场 依然是持有一个悲观的态度的 有这么4家银行 大家一定要注意 现在倒了3家了 还有4家非常危险 也是随时都可以倒闭的造型 这4家银行分别是FRC PACW WAL MCB 这么几个造型 那么 你叫我们的会员说FRC 可能会是比较安全 因为它有GPM在后面支撑它 FRC 它也是去给这些高净值的 高优质的贷款客户 去提供这种贷款的 其实它的资产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从财报上看 你好像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当然了 能被我们看出来的 那也就出大事了 也就 所以基本上他们都是会让你看不出来的 这4家银行动不动的反弹 就会反弹的非常的猛烈 但是你要知道 暴力的背后是破产的风险 现在已经倒了几家银行了 这三家银行 它是叫做Regional Bank 区域性银行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暴涨的背后是破产的风险 你要不要去承受这种破产的风险 你说破产了以后咋办 对比如说大家买了它的put 所以赌 它可能会暴跌或者怎么样的 一旦停牌了不能动了 像SIVB这样子 停牌了不能动了 这个期权算盈利吗 暂时是没有盈利的 你也只能等到 它去粉单市场的时候 你可能才会去交易 它可能才会给你捣到 因为我曾经 我还没有买过破产了的公司的put 我以前做过瑞幸咖啡 那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股票 瑞幸咖啡 它去到了粉单市场 变成了什么LKNCF 还是L什么 反正加了个F 我再往前 我做过Sun Edison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年和First Sola一起都很厉害的 后来First Sola被 还是First 不是First Sola First City还是什么的 反正被马斯克给收购了 当时Sun Edison破产了 最后它变成了SUNF 去到了粉单市场 我当时有个call 只有去了粉单市场 才可以重新去交易 所以明天如果下跌 我会进一步的做空 然后如果有反弹的话 那就风高再放空 我应该都不会参与市场的反弹行情 好吧 这个是我对大盘的想法 那么账户 今天账户现在是3050.55 这么个情况 其实今天能分享的也就这么多 我对市场的观点已经 我觉得太过鲜明了 就是很鲜明 比如明天要涨 我不参与反弹 也许了 可能找到一个很好的支撑点 有盈亏比的情况下 我也许会在日内的级别上 参与一点点的做多行情 那仅仅局限于日内行情 达到4015这块 我会去做空 然后如果明天是下跌的 我会进一步的去下杀做空 然后提醒大家 这个地方银行的风险性 这个就是我们VIP的直播间 我们会发一些 反正就是我们的VIP的直播平台间了 然后昨天的节目 我跟大家说要是个视频回放 然后这个视频回放 看我和校长早盘 我们对于SIVB 还有这一次 Regional Bank的一些分析 那么有的朋友 可能获得的是 沃尔老师的周末的视频回放 可能当开始我们去对接的时候 没有对接清楚 沃尔老师周末的视频回放 是很值得大家去看的 没有问题 大家去看一看 然后如果你昨天拿到的是 沃尔老师的视频回放 记得去找一下客服 说我要的不是沃尔老师的 是Will的直播间的讲解 所以他们会给你昨天的视频回放 我不是骗你的 让你加微信不给你视频回放 所以可能是没有对上 所以你再去要一下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 然后没有拿到昨天视频回放的朋友 就是早盘直播的视频回放 VIP的直播的视频回放的朋友 你还是去扫二维码 ChineseFN2022 电话是800-958-8561 去找客服去索要 好吧 行 我简短的把我今天想做的 想说的给大家去形容了 整体的行情 怎么敢说见底呢 对吧 我还是一直是这个观点 怎么敢说见底呢 是你前一段时间你觉得抄底很厉害 你觉得自己做多很厉害 好了 现在也回来了 那你觉得 那除非你能抄到底做多 从高点在做空 那你真厉害 那你太厉害了 你那个 我佩服 要不然的话 你说长得很厉害 卡高点也很慢 这不也回来了吗 没太有 不过晶片骨确实厉害 AMD 这个造型很厉害 那就一个杯柄形态 确实很厉害 我也很佩服 我也不知道后续会怎么走 盘中时间段 有一个事情 苹果 苹果呢 首先今天早上 Meta 裁员1万人 然后冻结5000个招聘岗位 然后苹果今天盘中时间段 宣布暂停奖金的发放 然后 这个 暂停新岗位的招聘 盘中时间段 苹果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 5分钟格局 苹果的头部已经没有了 后续也是继续的看跌 好吧 所以我对市场的观点特别的明细 行 就这样 然后有什么问题 咱们就明天再和大家节目来分享 然后呢 今这个视频会放 大家可以去找科夫 拆机再分 202022 电话是8009588561 好的 谢谢大家